做菜了 做菜了? 哈哈哈 你让我做菜就脑挂的 哈哈哈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鲍鱼鸡丝海鲜粥 鲍鱼呢 它本身呢 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它的蛋白质 非常的丰富 并且它的蛋白质 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吸收 它具有 滋阴的功效 它也是有抗癌的作用 鸡肉呢 鸡肉也是 经常吃鸡肉的话 也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嗯 所以呢 下面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粥 再把这个淘好的米中倒入清水 这需要多倒一些水 然后放入这个姜末 跟米泡在一起 嗯,这样浸泡一个小时 它还冻呢 把鲍鱼的肉弯出来 然后鲍鱼给它切成丝 这个切好的鲍鱼呢 用这个黄酒 腌一下 虾 虾去壳 剥虾壳 剥虾壳 然后去虾馅 把这个包好的虾呢 切成小段 把香菇这个根部给去掉 然后切成 现在呢 我们要煮这个鸡肉 先加入清水 把这个水烧开 这个水已经开了 然后 我们把这个鸡肉放进去 看我的鸡肉鸡肉鸡肉 海草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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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关火了 哎呀,我要把它拿出来了 这么大块鸡肉 一会儿咱们只用 一半就好了 因为我还有两个猫竹子呢 哈哈 先倒入清水 把这个泡锅的米呢 倒进去 开始煮粥 加入几滴这个稻米油 煮出来的味道会 非常的好 盖上盖子 粥已经煮开了 然后 往里面下鲍鱼 先盖上盖 再煮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再放其他的东西 现在 往这个粥里边放 香菇 还有这个切好的鸡丝 最后放虾仁 加点盐 加点盐 炒鸡精 然后盖上盖子 咱们再煮一会儿 放入葱花 再放点香菜 再放点香菜 煮粥呢 一定要注意两点 这个 姜末一定要放 因为它是去腥的 然后一定要放很多的水 米少水多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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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烫了 太好吃了 肝麻烦了 鼻子 我也是 肝麻烦